另外全民运的圣火全台接力传递 15号上午是来到了秀林乡 乡长王梅归也特别带领了乡公所的同仁 来迎接全民运精彩的到来 2020花园县全民运动会圣火全台接力传递 15号上午8点抵达秀林乡 秀林乡长王梅归也特别带领同仁们 来迎接全民运动精彩的到来 首先是秀林国小小朋友们 以太鲁阁族传统乐器来迎接圣火团队的到来 秀林乡长王梅归表示 秀林乡有九成是太鲁阁族的族人们所居住的 所以要以在地的文化来迎接圣火 同时也让大家知道 来到这里就是来到太鲁阁族的故乡 秀林乡是花莲县最北部的乡镇 我们的人口数15900多人 那我们有90%几乎都是太鲁阁族 所以在秀林乡的辖区我们土地面积是全国最大的乡镇 那圣火队来到我们乡镇 绝对可以感受到我们花莲秀林的文化之美 为什么这里太鲁阁族人比较多 所以它非常具有丰富的一些文化历史的一个内涵 所以圣火团队经过秀林乡绝对可以感受到我们祖先所遗留下来的 这样这块的一个土地是多么的美 多么的文化的文化 文化是多么的丰富 今天是一个圣火团队传递消息 传递全民印启动的一个消息 我想这个都是在所有在办理各项运动赛事的一个精神象征 那借由这样的一个传递传递我们全民印即将要在花莲展开 所以我相信从两三年前 花莲县政府一直在开始在做各项的筹备 尤其是最难的各项设施的修建 在这一年一两年已经可以感受到他们都几乎都已经完工了 不管是停车场也好 运动赛事的这项设备设施都急剧完备 再加上这一次花莲县政府所有的教育界的老师校长都出动 把所有的活动都设计得非常缜密 生活道的那一刹那 每个人抱以最大的掌声欢呼声给生活队的成员们脚油打气 让全民因生活队一心的人倍感荣幸 我们可以表示这是花莲县难得的盛事 希望大家团结在一起展现我们对全民因的重视 更展现修宁箱已经做好准备 迎接贵宾来自全国的运动好手 也来到修宁箱参加全民因的游客 记得喜欢学校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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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